Yay 大家好 你們 剛剛想要先尊榮一下我們的敬拜團 因為他們學那個歌 跟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很match 然後你們剛剛覺得敬拜怎麼樣 應該很不錯 我覺得又很投入了 再給個掌聲給敬拜團 那我在講到開始前 想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在預備的時候 我就覺得 塑到方式用很少的 塑到用紙方式 你看我們很緊張 然後我就覺得那時候我最近在 讀我有跟少爺哥講 我在讀那個會幕的時候 看到金燈台 然後我就看到金燈台的時候就開始去思想 為什麼它是杏樹 它不是桃花 不是桃花樹然後不是什麼 然後玫瑰花 然後不是什麼像那個 杜鹃花 也不是陽明山上的那個海玉花 為什麼是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是信花 迪兵知道嗎 不知道 OK 然後我就在去 讀聖經的時候去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去看到說 信花其實在西伯來的文 它的後綴的意思是 看過保守的意思 然後就發現說 原來我們真的認真去讀那個聖經的話 會發現神有很多 祂的良善的美意在裡面 所以它不是隨便拿一個花 你就會發現說 神祂是用心在預備每一個東西 對 所以我也邀請大家 我們也拿出我們那顆心 來預備金燈來領受神的話 那我們一起來祷告 現在主耶穌主要我祷告 你把你的話語來親自的 向每個人來說話 你來向他們顯明 主要我們真是來到這邊 就來向你敬拜 然後我們把我們全人全心 來與你來對齊 主要我就祷告在當中 我們所有人的靈也來向你敞開 是來聆聽你的話語 主要你也來摁高我的口 主要我知道今天的長道不是我來講 是聖靈你在帶著我 你帶著我們來領受天賦的愛 我耶穌基督的祷告 對 那個陰空門這邊的堅持幫我小心一點 謝謝 好 那我們 下個禮拜啊 邵軒哥有講過兩堂 關於亞伯拉罕 那我們就來回顧他的一生 OK 然後亞伯蘭呢 他一生經歷了這些這些的 考驗跟掙扎 我們看到面對饑荒的時候啊 與羅德所屬相爭的時候啊 面對財富的時候啊 還有面對應許沒有實踐的時候 然後又面對再一次 面對危險的時候的艱難 他跟神之間的那個經歷 看到他經歷很多 然後就做了一個對比的總結 看到我們亞伯蘭與神 他面對風險的時候 亞伯蘭選擇幹嘛捨下他的妻子 可是神出手要幹嘛拯救他 然後面對衝突的時候 他選擇退讓的時候 上帝選擇祝福亞伯蘭 然後當應許 就久久沒有實現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靠自己嘛 可是上帝幹嘛 上帝他實現應許的心 他永遠不改變 然後當相同的狀況 反覆發生 就是他又面臨到 他妻子又要叫他妻子 然後叫妹妹的時候 但是神幹嘛 再次出手拯救 我們就看到他經歷了 他前面在他要獻上他兒子之前 以撒之前 他經歷了這一些 我們都跟神建立了關係 然後我們大家就想 我們在一生當中 我們會是跟父母 或是跟朋友 我們肯定有一些困難的時候 我們有過爭吵的時候 可是那些的經驗都奠定了 我們接下來要往前走的道路 你會知道說 你身邊這個人 他是靠譜的 他是誠實的 他是公義的 他是信實的 他是守承諾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看到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線上以撒的亞伯拉罕 OK好 那大家跟我一起讀這個經文 好不好有點長 好 一二三開始 這幾次以後 神要失業亞伯拉罕 就如教長說 亞伯拉罕 他說 我在這裡 神說 你那一人 就是你這人 就是你這人 你所在愛人上 我模擬要繼續 在我所要主持人的山上 他會見聞感激 亞伯拉罕 緊張起來 非常鼓勵 戴著他們的母親 很高的經濟 也會見聞感激的才 好 你們看到聖經 他第一節 他說這些事以後 是哪些事 就我剛剛講的那些 的所有的經歷 所以 等於說 亞伯拉罕 他的經 亞伯拉罕在經歷 他要獻上以撒的時候 他已經經歷到前面 他跟神 有很多的那些 種種的挑戰跟困難 然後我們再看到 第二句很特別 神說 你要獻上 你的獨生兒子 你所愛的以撒 往摩利亞去 我再讀一遍 你們去挑那個重點 你要帶著你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 你所愛的以撒 往摩利亞地去 你如果會發現說 有時候我們當聽到神的聲音 我們可能會討價還價 可是神 這次跟他說得很清楚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 他們有說 只說一句 你兒子 如果這時候我們 看到這個你兒子的時候 我們人啦 有時候聽到神 講的你兒子 我們會講 喔 我也很愛我的屬靈兒子 俊威啊 謝謝你好了 好 來馬上吃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專漏洞 討價還價的空間 可是這次神沒有 神直接講得很清楚 然後跟他說走到摩利亞 你們會看到那個 第四節到第三日 所以其實說從 他那時候在別士巴 你看那個地圖 他從別士巴走到摩利亞 你們知道有多遠嗎 我查了資料 你都發現是80公里 用走的 走了 基本上是走兩天兩夜的時間 你想想當 我們聽到神對我們說這句話 欸你帶你最寶貝的東西 可能我們現在沒有小孩喔 你帶你最寶貝的東西 你最看重的東西 你去走個兩天兩夜 我不知道大家反應什麼 要我聽到就是 這肯定是魔鬼的聲音破除 我就一定會直接這樣講 因為我之前真的有 我之前去年回來的時候 聽到神跟我說 你要宣教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破除不可能 這一定是魔鬼的聲音 就直接就會這樣跟神講 可是我們看到亞伯蘭怎麼樣 聽到這個聲音 我不知道他心情當下有沒有 很揪心的感覺 因為那是他獨生的愛子 他求了這麼多年 可是他今早欸 今早就起來 他沒有廢話 今早就起來 準備好所有的東西 然後就這樣直接去了 他完全沒有優移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說 我覺得很感動啊 就是看到說 他跟神之間的那個關係 他很相信神 他不會去 所以 阿肯說神 你講這話 絕對哪裡邏輯有問題 因為我就 我就會這樣 我聽到一些聲音以後 我就覺得 你要我宣教台灣這種地方 有什麼好宣教 你要宣教 你要派我去肯亞 去菲律賓啊 然後去那種 什麼非洲啊 那種國家我都願意去 我說可是 怎麼可能在台灣 可是神就 神就只跟我講 你就是在台灣 那時候只跟我講的很簡單的話 可是我們就會 在順服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有很多我們想法 我們有很多我們想做的東西 然後這時候 我們看到 我們這一段經文 就是可以看到 他的順服 然後你們要順服耶和華 你們的神 敬畏他 謹守他的賤命 聽從他的話 侍奉他 專靠他 然後但是有的時候 我們聽神的聲音 我們還是會想要靠自己 然後或者是說 我那時候在預備這個時候 就在想啊 我不知道亞伯拉 亞伯拉會不會覺得 欸如果我獻上我的兒子 那我應許不就沒有成就嗎 神不是說我是多國之父嗎 可是我獻上我的兒子怎麼辦 然後那時候我讀到這個時候 我的一個思考是 我們到底是愛神 還是愛神給我們的應許 就這樣大家有懂齁 我們是愛神 還是愛那個應許 有時候神給我們的應許的藍圖 我會覺得很美妙 會覺得哇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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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我那時候大學的時候 先知給我預言 也是預言一個超大的藍圖 然後對一個學生來講 預言你是一個很成功的人士 然後你進到職場裡面 就是轟轟轟轟的樣子 誰不喜歡 可是當那個時候 我反而會發現說 我好像開始畢業 我就一直往那個 那個預言一直擠 我就一直想擠到那個預言裡面去 然後當神要拿走我的工作的時候 我就死活不願意 因為我就覺得 欸那不是你的 你給我的預言嗎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我愛那個應許 超過愛神 我就發現說神給我這個試煉的時候 我發現我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好像我在順服上面 我沒有辦法像亞伯蘭那樣 這麼順服他 然後我發現是 就是我跟神的關係 沒有到那個close 沒有到那個緊密 我好像不太相信他帶領你 如果是你相信一個人的話 就是他跟你講的話 你不會有任何的疑惑 因為你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人 但是這個經歷 我們是需要時間 我們需要故事去沉澱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好 好 好 我們現在到第五節到第十節 再馬上大家幫我們一起念 阿伯蘭那樣 阿伯蘭那樣 跟一個福利說 阿伯蘭那樣 再一次等候 我們只往那裡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們這裡來 阿伯蘭那樣 把他記得才 當在他的自己山身上 自己手裡拿著火力高 有些任何的東西 阿伯蘭那樣 吵阿伯蘭那樣 父親阿 阿伯蘭那樣 說 果然在這裡 阿伯蘭那樣 我已經才會有了 阿伯蘭那樣 阿伯蘭那樣 在哪裡呢 天阿伯蘭那樣說 果然神必自己 運略 他做完神經的高表 於是有任何東西 天阿伯蘭那樣 神說 此次的地方 阿伯蘭那樣 在那裡 祝福 阿伯蘭那樣 放著 阿伯蘭那樣 放著 阿伯蘭那樣 放著 阿伯蘭那樣 阿伯蘭那樣 我們看到第五節 我們看到他說 雅伯蘭那樣 對他不能說什麼 你們和呂 在此等候 我與童子往那裡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們這裡來 他說 我和童子 去那裡拜一拜 就回到你們這裡來 我們就看到 雅伯蘭那樣 有個什麼 他有個復活的信心 在他裡面 他雖然不知道 神到底要他兒子 上十架幹嘛 然後要怎麼去成就 可是他相信的是 神是那個復活的神 他相信他 會讓他兒子去復活 不然如果 因為神 如果你看之前 邵俊哥有講 前面兩週 如果你沒有來 會聽到 神說 以撒 是他那個唯一 他承認的那個兒子 還有跟雅各 再說是以撒 那如果殺了他 那應許就沒有了 這是他應許得來的兒子 可是他心裡面有的什麼 一個復活的信心在他的裡面 然後當我們也看到以撒 他問他爸爸說 欸那個 我們那個仙翻機的羔羊在哪裡 那我們當爸爸那樣回答他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順服在裡面 他相信他爸爸 我相信他在這一生當中 他看到 我不知道他那時候幾歲 但是可能 我相信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看到他爸爸跟神之間的關係 他也是這麼的信任神 他也同樣的可以信任他爸爸 雖然他也不太知道 為什麼他爸今天要把他綁上來 他也不知道 可是他就乖乖的在那裡 他聽他爸爸講的 然後我們就看到 當亞伯拉罕怎麼樣 就要去拿起刀 要去殺他的兒子 那後面我等一下會講 講其他故事 我們就先講這邊 我們看到的是 上帝對我 這個亞伯拉罕 對上帝的一個信心 我發現我這個好像按不了 OK 謝謝 我們看到信心是什麼 信心是指示你們要行到 不要單單聽到自己欺容自己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 就是死的 然後我們就看到說 我覺得有時候講到信心 會想到是 我們可以看到說 亞伯拉罕對神的信心 他為什麼對神有信心 比如說當少軒哥今天要應聘我的時候 我可能也會在想說 這個人靠不靠譜 可是同樣的 他也要去思考 我這個人信不信得過 所以你們知道嗎 當神讓亞伯拉罕去把他的兒子 要讓他把他兒子獻上去的時候 同樣其實神也是對亞伯拉罕有信心的 他相信他不會 會留下他獨生的愛子在他的手裡 因為我們換一個思考去想 當我們人生有一些 覺得好像卡住的一些困難啊 然後神可能叫你 你已經很清楚神要叫你去做 有時候我們是覺得 我好像沒有慶幸 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可是你想 天上的那位父 他相信你 他是相信你 你想我們當一個人的眼光去想 如果說神今天要把一個恩典給你 他會不會想我把這個恩典給錯人了 你會不會浪費他 或是我把這個能力給你 你會不會怎麼怎麼樣 可是今天既然神這麼清楚的去 跟我們講什麼事情 然後要我們做什麼 或者是你心裡在面臨的一個struggle 但是你要知道神他相信你 然後我就想到禮拜二的時候 前那個同工會 不知道邵明哥你還記不記得 你禱告的時候你說 你看到一個畫面是德國驗報 他講說他看到神 看到我是一個德國麵包 然後你說裡面是軟軟的 然後很結實 外面是硬硬的 然後外面是硬硬的 但是裡面是軟軟的 他這樣子描述好奇怪 他那個德國麵包 你自己去想 所以你知道嗎 我當我全職的時候 我也沒有信心 我在回應那呼召前 我也沒信心 因為我很知道我是怎麼樣的人 我其實我比較認真 然後可能沒有辦法像 人家可能很自然熟的那種 看到人家就嬉嬉笑 我需要有一段時間 然後我也會很擔心啊 如果大家就覺得我很高等 覺得我是冰山 然後覺得我怎麼怎麼樣 那大家會不會受傷 或是我講話就很直 會不會哪一天戳到誰 我也會害怕啊 但是神他很清楚我 我覺得他那時候講出來之後 我就很感動 然後他就有哭 其實我心裡是又想笑又想哭 就覺得神描述的很精準 就是外面可能 他說的原話 外面可能看起來硬硬的 然後有時候他覺得 跟我講話好酷酷的 有些話很少 但他知道我裡面是有東西 知道我裡面在想 有想的東西啊 然後他覺得我裡面是軟的 我知道神他很清楚了 所以我覺得當 邵君哥那樣子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知道 喔原來當時我會覺得 我需要有個信心去回應神的呼召 其實在我有信心之前 神已經相信我了 欸你想耶 牧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神難道不怕我把你們 全部統一到嗎 神肯定也愛你們 還不想我這樣動你們 可是神怎麼樣 神相信我 神相信我們 所以你要正式跟 你跟旁邊的人講說 上帝相信你 好再跟你旁邊的人講 不要忘記每個挑戰跟困難 然後再講一句話 上帝與你同在 然後你知道我這麼開心啊 哈哈哈哈哈哈 ok所以 我覺得有時候在 信心啊 試煉 有誰 喜歡經歷失敗的 可以舉重 應該沒有齁 我也不喜歡 但是你怎麼樣 我覺得有時候在想到 試煉啊 經歷的時候 以前會有個錯過的眼光 會覺得 上帝你是不是又在折磨 所以你為什麼每次都要 讓我疊得這麼慘 疊了我也會很痛嘛 可是有沒有發現 我們信主也會經歷很多的 折磨也好 打擊也好 然後也伴隨著恩典 祝福 當然又 當然又有新的恩典祝福 然後我們又接受打擊 接受挑戰 接受那些的困難跟試煉 可是我覺得 這是越跟神 同行的時候 會發現 那些的試煉在考察我們 然後在考察 我們對他之間的信任度 然後也在逐漸認識我們 說喔 原來 可能我是這樣這樣的人 總共我們跟 那個誰 哲瑋他去問我們去吃飯 的路上看到一隻狗公 然後大家有在群組 有看到我的衣服被咬破了 但是那時候 我沒有生氣 我也沒有覺得 我的衣服怎麼樣 也沒有要去李力甄 跟那個商家說 我要 我要你陪我錢 我本來是很開心 我們走到另外一家店的時候 我很開心的跟他們講一講 欸我發現 我脾氣真好 真的 裡面真的一點生氣都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說 當 那些我們覺得很阿朵的事情來 他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裡面怎麼樣 有時候我們會講 喔我很愛人 我很愛人 我跟你講就有時候神就很奇妙 就把一個你超討厭那種 放在你旁邊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的愛不夠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信心試煉是神正是讓我們認識自己 可是那個信心又怎麼樣 不是靠著我們自己有這個信心 是神 祂在祂的恩典下面 祂會幫助我們在那個試煉當中成長 只要我們有一顆願意的心 那你就 藉在從小小的一點 祂就會幫助你長大 這是我們裡面有個願意的心在裡面 OK 下一個 那我們從十一節 讀到 就整個讀下來 讓大家再幫我們一起讀 好 一二三 天花使者從天上呼叫祂說 雅娃喊 雅娃喊 祂說我在這裡 天使說 你不可在這同志身上下手 你也不可害他 現在我上去信心未捨得 因為你沒有向你的兒子 從你實施的兒子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當他要去殺她的時候 然後神叫她 叫幾次 兩次 我們有沒有看聖經裡面 其實聖經 神的話要嘛就是很簡單 很精準 可能有時候都不太叫人 然後有時候叫他 可能叫一次 但是叫兩次 我們一般會發現 蠻重要的事情 你們可以去搜搜看 那可是這時候呢 雅娃喊他還回神說 我在這裡 你會想到創世紀的時候 當神去叫亞當跟夏娃的時候 他們是躲起來 他們沒有回應神 可是我們就會看到說 當雅娃喊在這時候 他還回答 我在這裡 那個關係 他跟神不是逃避的 不是隱藏的 他是可以直接直面 去面對去聽神的聲音 然後神跟他講什麼 我現在知道你是敬諱神的 然後為你去預備的公養 然後那時候雅娃喊還在那地方 起名說 那個地方要叫夜華里樂 就我們套用我們現在的心情 如果今天神去試驗你一個 你最愛的東西 然後你鼓起了 超大的勇氣 在前面掙扎 掙扎了很久 然後你走路 走了兩天兩夜 累得要死 然後你覺得好像那一刻 就要完成的時候 神跟你說 我只是想要試驗一下 你的信心 我知道你是敬諱神 我不知道大家心情會怎麼樣 如果是以前的 我以前啊 我以前在第一次 剛信主的時候讀這一個 我整個是氣泡 我覺得神 哇你這耍我 你哪一個 我最在乎的東西 然後你讓我心情 經歷了這麼多 起起伏伏 最後你跟我說 喔你只是試驗我 我愛不愛你 我信不信你 我整個就氣泡 所以那時候我就 再一次再去讀這個的時候 我就發現 哇 達伯拉罕 還可以這樣子回答神 我在這裡 然後上面怎麼樣 難不然還給那個地方 很閒情意志的 取了個名字 夜華以樂 是玉佩的意思 所以你想 當下那個心情 我們應該沒有心情在那邊 這麼詩情畫意 還要給那個地方取名字 應該沒有 可能就跟神直接 盪起來了 可是我們就看到說 原來他前面 所經歷的那件事情 是真的 他真實跟神有那個關係 以至於在 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怎麼樣 他不會抱 他也不會懷疑神 他反而是更加的去信套 這個神 然後我可以跟你講 我以前我經歷過類似的事情 就是我以前 我以前很專注做事情的時候 其實會聽不太到 別人叫我 如果突然叫我是真的 整個會 今天那個亮燈叫我 就整個有嚇到 我就這樣子 所以我記得有一次好像是 國中 欸高中的時候 應該是那時候 在準備考試的東西 我就很認真 結果 突然我只聽到我爸叫一句 欸你弟弟死了 結果弟弟說 我養了一隻狗 咚咚咚咚咚咚 就跑過去 咚咚咚咚看 發現人家在那裡啃骨頭 我整個就抱怒 我說這樣 欸你怎麼拿一個 我最喜歡的東西 你跟我開玩笑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歡狗 然後那時候我爸就說 我只想知道你有沒有惡農 我叫你好幾次起來去洗碗 所以就看到說 當下我心情是這樣 但不是說我跟我爸的關係不好 其實我們兩個關係很好 只是我覺得就反觀 再去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看到哇 亞伯拉罕到底是跟神 還經歷了什麼 是聖經上沒有記載的 或是說他當下在經歷的那些 到底他心情是怎麼樣 也至於他在聽到這個 神跟他說 欸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時候 他不會有那種暴怒感 對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我就覺得 覺得那時候在預備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動 看到他們兩個是這樣的關係 然後所以想鼓勵大家 神試驗我們 不是試探喔 那是試驗 那大家也沒有像我爸這麼無聊 我爸只是想試我有沒有惡農 不是要試我的信心 他只是想試我有沒有惡農 所以那時候我也有在想 思考一個問題是 雅伯拉罕面對神 他回應他我在這裡 當我們去聽到神的聲音 要我們做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反應 是像雅伯拉罕這樣嗎 喂爸爸 欸我在這裡還是我們想逃 然後我就想到說 舉了一個例子就是 比如說當你有在上班的人 在你休假的時候 你的主管給你打了一通電話 然後我們現在手機都有來點解釋 你們可能看到就 是不是像嗎 禮拜天還要來找我 喂 少訓哥什麼事嗎 公館喔很遠不方便 可能就掛 然後掛完以後 可能自己還在喝喝喝 可是如果這個時候是 你的男朋友給你打電話 喂 你在哪裡 在淡水喔很近啊 我現在就過去 會發現有一個反差 然後我們聽到神的聲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人在害怕聽到神的聲音 或是聽到神 你已經知道他要你去做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一直在回避 然後聽到的時候 沒聽到 聽到就好煩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在想的時候 就想到 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 預備的時候就聽到這邊 開始來回答他禱告 我們跟神要那個親密的關係 不是逃 會導到我們大家裡面 不是聽到神的聲音是害怕的 因為有時候我啊 我過去也有 我覺得那時候就覺得 喔神一出生 應該如果什麼好事 我就知道 呆基大掉 然後我要 又要面臨一系列的 然後暴風雨又來了 可是我覺得在去年全職的時候 一路上其實經歷了大家 小小事情 很多很多 可是我覺得 我很感謝神是 雖然我也有很多時候 不願意面對 我那時候經常跟小安講 喔 又來了 怎麼又要來 又要這種事情 又要來了 可是小安就鼓勵我說 你就是跨出那一步 當你跨出以後 你會看到後面那個 更美的東西在那裡 對 所以跟你旁邊的人說 要接神的電話 要接神的電話 那以毒 你剛剛講的 以毒不回 戊毒不回 現在很多人在講 我已經免疫了 我很健康 OK 那我們就看到 剛剛那段經文 是看到什麼 神的恩典 為什麼 神預備了一個供養 在那邊 然後恩典的意思是什麼 是白白得來的 昨天我們在去山上的路上 就因為他有分享 他說 他覺得他來台灣 會認真讀書的原因 是那是上帝的供應 他不能去 白白浪費神給他 白白的這個機會 然後就想到 對耶 神給我們的恩典 可是有時候 我們會怎麼樣去 面對這個 神給我們的恩典呢 然後我就 突然想到說 就是又想到一個比喻 我們工作怎麼樣 工作得到工資 是理所應當的吧 那假如今天有 比如說假如 找上天哥比喻 你比較健康 比如說上天哥今天給我 一袋禮物 你沒有塞的錢 讓我做事 這叫什麼 這叫恩典啦 不是 這叫賄賂 我收下叫什麼 貪污 那如果我們今天 什麼都沒做 你有個天外來的一筆 金錢的祝福 那個才叫恩典 因為我們真的 什麼都沒做 可是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是 有沒有人曾經 或是現在 你覺得收禮物對你來講 是有壓力 有啊 有啊 有花舉手 沒關係 我曾經是這樣的 都沒用 有 大哥 美書姐 沒關係 我們一樣 所以我曾經 會覺得好像 我收到這個禮物 我配嗎 你跟我什麼關係 你就突然 送一個超級貴的東西 我壓力超大 我就覺得我要不要還你 可是後來我在 預備的時候 突然就想到 像是我們亞洲人還 亞洲文化的一個 一個習慣 因為有一句話是什麼 禮尚往來 我會覺得我收下了 我好像要做點什麼 我要還給你 然後大家 剛剛一開始 所以在開場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聽到他講的 他說他過去一直想著 我要為神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可是他在說 他在看那個 開場經文的時候 神跟他說 就是不用 我們要你做什麼 所以有時候恩典就是這樣 我們要 就去接收那個恩典 在我們的手上 我們不要想著說 我配不配 我好像不會得到這一個 好像我應該要 為你做什麼 然後我再去拿 可是耶穌就說什麼 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 我們就白白的誠意 他沒有要我們做什麼 他沒有要我們 去給他奉獻更多的東西 或是要怎麼樣 他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 他已經就為我們死在指示架上 然後我們再看到 然後最後創世紀 來 再跟大家幫我讀一下 耶穌基督的事者 第一次從天上 復教御表達完喊說 耶穌基督的事件事 不留下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 我給你指著 如此提示說 論如我必至善死不給你 論子孫 我必將你的子孫多起來 如同天上心 海岸一殺 你只剩著你的同性的成本 並且地上萬國人 提供你的後遇者福 因為你慶祝的活動 我在這一段的時候 就看到神給我們的祝福 真是像從天上敞開那樣子 整個傾倒下來 你會讀喔 你會發現什麼 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如同天上的心 如同海邊的沙 你們能數得進海邊的沙嗎 我們沒辦法 我記得在聖經有一句經文 就是說神對我們的心思意念 如同天上的心 清和海邊的沙一樣多 是我們數都數不盡的 我那時候讀到這邊就看到 神其實祂是一個更願意祝福我們的神 祂不是一個要把你丟在一個那個泥泥裡面 然後看到你在那裡掙扎 然後失戀你信心 其實祂更願意的是祝福我們 我們看到一個神 祂是一個慷慨的神 祂是一個守冤的神 祂慷慨到祂給 就是給亞伯拉罕給這麼多耶 子孫如天上的心 我們數都數不完 海邊的沙跟別說 這這麼小一粒 大家如果抓過就發現 有根本就數不完 你也不可能去數 然後祂除了這些祝福還祝福了什麼 你的子孫必得仇敵的城門 我們就發現是什麼 我們其實是很君尊的 我們是很有能力的 神是這樣祝福亞伯拉罕的兒子 那我們也是祂的孩子 我們也是像祂一樣 我們也是能夠去勝過那些的仇敵 我們從神那邊領受到的祝福 肯定要比我們的試驗挑戰是更多 然後你就看到 靈受祝福是 各樣的美善的恩賜 和各樣的全備的賞賜 都是從天 從頭上上頭來的 從重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 在他並沒有改變 並沒有轉動的影 其實真的會發現說 神其實要給我們很多祝福 然後我有時候在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牧羊的時候 會發現說 可能有些小組員 你就覺得 他生命好像就要突破突破了 就你看他那挖 就要挖到寶 他突然這時候怎麼樣 掉頭就走 他放棄的時候 或是怎麼樣 他就走的時候 那時候心情 我就突然就很明白 那種當打馬馬那種心情 對小孩子恨也不成 這是氣死了 我那時候經常有時候 以前他在牧羊的時候就覺得 他經歷這個挑戰 很盼望就是他 你就是邁出那一腳 我就知道你一定就會經歷到勝 可是這時候他們就可能 欸害怕 就是往後退 那我那時候心情 我覺得很像看NBA的時候 你最喜歡的球隊 可能就差一分 然後他就剩下那個一秒 他射出去 然後就打了一個擦片 下去的那種心情 就 有怎麼這樣 就是整個那個心情 整個是會氣爆 可是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然後在那個時候我就發現說 欸其實很多時候真的是 神要給我們祝福 但是什麼 我們可能退縮 我們可能不要 當然我們裡面可能有 各種各樣的原因 其實神他已經預備好了一切 真的是在那裡等我們 要去來領受那些的祝福 然後我們一起再看 我把創世紀 我今天講22章嘛 然後我就摘選了幾個重要的 然後你們去看那個紅字就好 你看到神怎麼樣 他把他獨生的 他所 亞伯拉罕把他獨生的 所愛的 兒子以撒 帶到了魔力山 把他獻為攀祭 然後呢 又要把那個攀祭的柴 放在他兒子以撒的身上 把他所裡要拿著果跟刀 去到那邊 最後呢 亞伯拉罕發現說 神 能為他預備一隻公羊 然後把那隻公羊獻為的攀祭 然後在那裡去 我們說神是有預備的 大家會不會發現這一些 你們想到什麼 我們好像會想到 天父跟耶穌 耶穌 耶穌我們死上死假的時候 你看一樣是第三日 我覺得這很特別 神不會說第二日第一日 欸他在這裡用第三日 耶穌在實際上 第三日復活 然後耶穌是不是神 獨生所愛的孩子 是 你們就看到以撒是 預表耶穌 亞伯拉罕 預表的是天父 然後那隻公羊 就是羔羊嘛 也是預表的是 耶穌是成為那個 代罪的羔羊 我覺得那時候 把這些經文啊 把這紅字highlight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思考 說欸魔力山 為什麼是魔力山 然後我就查的時候發現是 魔力山是意味 意義是耶和華所拣選的山 然後他在一千年 在那時候一千年以後 是所龍門見聖變的地方 在兩千年後 是耶穌定時是架 那個那座山 然後在那附近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神 他在創世界什麼 他已經在慾奔耶穌來 他已經在用這些故事 在預表的耶穌 然後我們也可以去 通過這件事情去看 亞伯拉罕跟他兒子 他獻上兒子那個心情 其實同樣也是 天賦獻上耶穌的時候 他心情是什麼 然後我記得那個 我應該是上 上禮拜五的時候 跟玉琳 我們在車上 隨時聊 有 你還記得嗎 不記得 不記得讓我講 OK 然後 我們就在聊 我就聊我預備這個信息 他就說 他有時候想到我們 我們人通常去看 這個亞伯拉罕故事 我們會覺得 神好殘忍喔 這寶拉怎麼這樣啊 我們就會有這樣想 可是 我們往往有時候在 想到神會 使他實在下上的時候 我們好像有時候 是麻木的 我們好像有時候 不會覺得說 覺得那種心痛揪心 好像有時候 聽多的是什麼 就覺得聽多了 就這樣 好像變成一個事實 但是好像沒有帶了更多 那個 去理解一個爸爸 他把他最愛的兒子 獻上殺掉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在查的時候 也去看 我就好奇嘛 我真的有時候覺得 害死 好奇害死貓 翻劑有沒有人知道 翻劑的過程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李平你知道翻劑的過程嗎 全燒了 對 除了全燒了還有什麼 我突然去查那個細節 我一開始以為就是燒跟 就統一到 其實不是 他殺完以後 有些是要放血 然後他還要剝皮 切塊 然後再全部燒掉 所以你想想看 當亞伯拉罕 聽到翻劑的時候 我相信他腦袋一定是 有這些過程 因為這是他們以前的習俗 但是他們沒有跟神 在那裡爭執 他順服神 他相信神 他還是把他一炸帶上去 同樣的我們在想 當天父獻上 耶穌的時候 獻尾翻劑 就是全人耶 全部的獻上的時候 我那時候讀到這邊 我就覺得哇 神你真的是 非常唯一條件的愛 聖經說什麼 唯有基督在我們 還作罪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 向我們賢明了 那有時候我就在想 我覺得這次我在 預備這個時候 一般我們聽到 亞伯拉罕的獻影照 我一開始還 就還蠻興奮的 跟那個商人家講 喔信心 就是我們要衝衝衝 但是後來 商人家就有提醒我 他說他覺得可能重點 不在這邊 然後後來我回去真的 好好去讀創世紀 我大概浸泡了兩個禮拜 在那裡讀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好像 有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我要順服神 然後我要對神有信心 可是這一次我在讀的時候 我看到是神其實有的時候 他真的比起順服 跟要我們有信心 他更想要給我們是什麼 毫無條件的愛 就會看到神 而且我覺得神很浪漫 他在創世紀的時候 你應該預備這一切喔 預備這一切 一直在鋪成 鋪成這一切東西 其實誰會沒事 鋪成這麼多東西啊 還不是愛我們嗎 然後就會看到說 在預備的時候 我經常就是哭了好幾次 我就好幾次預備不下去 所以我才 昨天我問雙燕哥說 他在預備獎章的時候 他的心情會是怎麼樣 然後我也看到說 這種的預表 亞伯拉罕預表天賦 然後以撒預表耶穌 我就想要天賦 跟耶穌之間的關係 因為他們是三位一體的神 雖然是三位一體神 但是耶穌也是道成肉身 所以他也是會有痛 你想天賦難道不會痛嗎 其實是很痛的 把自己的孩子 要完全陷上去 然後我最近在 就在又在思考一件事情是 結果我在搜這個 無條件的愛 我原本想要找一個圖片 來代替這個 後面這個背景 可是我一搜的時候 全部基本上 很神奇搜出來 我說無條件的愛 或是英文的 都是出來 都是媽媽跟孩子 或是爸爸孩子 反正就是跟孩子 都是有關 然後就突然就想到 哇 原來我們當地上的父母親 都是這樣好好的愛孩子 那何況是天上的父 可是有時候我們 好像都不太相信 神是愛我們的 我們都會在自己生命當中 某個部分 可能會對神打個問號 你真的愛我嗎 你真的愛我嗎 然後我就又想到說 最近啊就是 少爺哥生小孩嘛 我就不是他那個心中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爸 他重心不太會在 我知道 我就有時候看到他 喔我要去找小輩 禮拜六現在是我的家庭時間 終於不會找我 就看到那個爸爸 你知道對小孩的那種愛 然後我 你屬靈的 屬靈的 喔屬靈 謝謝你愛我 哈哈 他其實真的很愛大家 真的 然後我也看到李萍 這時候很想有正容李萍 我們 二二八 連假前幾天 我們一起去苗栗玩 然後晚上的時候 就是 新月寶啊 他沒有媽媽 馬上去洗澡嘛 他整個人就崩潰 他就只是想要媽媽 別人都沒有用 我連我去試都沒有用 但是我這時候看到 李萍那個爸爸的愛 等一下他在想哭 哈哈 我覺得很感動是 我就看到他試鏡的各種方法 然後他說 他就經常跟我講嘛 其實寶寶就要媽媽的奶 他說他沒有 哈哈 但是他怎麼樣 我看到他 他去泡牛奶 然後去把那個 泡太熱 去用自己的手 去把他 弄涼一點 然後 給他吃 他吃得起口又不要 我就看到李萍開始試各種東西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家會有那個印度背筋 他就把他背起來 他說要製造一個 在媽媽肚子那種精進的安全感 然後也沒用 怎麼辦 他又背著他 這樣子到處走走走走走走 然後又把他背出去 外面吹吹風說這樣會不會冷靜一些 哈哈哈哈 但是 雖然有好笑 但是當下其實我當下是很感動的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 阿智有在我們裡面沒有 男性也沒有 OK 我看到阿智跟那個劉靜啊 就是看著李萍那個樣子 他們雖然沒說話 但他們心裡都感同身受 因為他們當過爸爸 知道當小孩 如果知道媽媽的時候 他們真的很無能為力 可是我看到是爸爸 他為了想要哄孩子 他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他用盡 他用盡他各種方法 就是想去安撫他 他也沒有說 你真的很吵 你哭什麼 或者是拿那個奶水 用力這樣塞他 都沒有 他是對他很溫柔 很呵護的這樣去愛他 所以真的很這樣 最用力的 謝謝 所以就是看到說 我們地上的腹 是這樣對待我們 那何況是田上的腹 只是有時候可能 我們想像的有限 我們可能經歷的會比較少 就是我們沒有很認真 跟神經建立那個關係 可是你們真要相信說 天父是 他真的很願意愛我們每一個人 那時候我在 經常有時候 也不會跟少年講說 有時候在小組啊 或是 不是小組啊 就是牧養的時候 不一定是我們小組的人 不要自己對話路做好 大家都很健康 如果會牧養的時候 會覺得 真的就擦那個臨門一腳 你就會領受天父的祝福 但是呢 就看到他們像鬼打牆一般 這樣 就當那個要進去那個門 又退 又出去 然後又這樣反反覆覆 反反覆覆 然後這樣 我就會 心裡有時候會 也會很氣 就會覺得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種爸媽的恨鐵不成鋼 我真的很想抓著他 然後把他壓過去 甚至把他頭直接按在地上 讓他看到祝福 就在這裡看到沒有 可是那時候 每次很氣很氣的時候 我跟神祷告 神都跟我說 他說你不要當他的救世主 如果這樣的結局就是 以後他感謝子會說 我感謝Mandy 你要嗎 我說我不要 我說我不願意這樣 然後我就問神說 那我能怎麼辦 他說你等他 你等他 我說等 我說有時候就會覺得等不住 比如說有 我的性格是屬於 我是那種解決事情行的 我就會看到什麼問題 我就想去解決 我覺得會不會給你耗 那有時候 但是神就會跟我說 你讓他自己主動 你耐心的等他 或是會看到 一個爸爸 為你預備了一個跑車 他要等你來開 你在那邊 在那裡扭 扭扭 然後一下又出去 在那裡走來走去 就不過來 可是你想天父 他在那個原地 他一直在那邊 你在那裡耍脾氣 還是幹嘛 你遠走高飛離家出手 他永遠在那裡 他等你 你們看到天父 原來對我們的愛 是這樣說 真的有耐心 他一直在等我們 他沒有 我應該相信沒有人經歷過神 強逼你要幹什麼吧 應該沒有 都是在等我們一顆 願意回應的心 我們好像也沒有經歷過神 你一直捏頭 就直接把你報案在地板上 應該也沒有 他完全就是在 耐心的等候我們 為什麼 他無條件的愛我們 他不行我們怎麼辦 他看到我們人生經歷 那些起起伏伏的鬼打牆 難道他不痛嗎 他痛嗎 可是他有耐心他等你 他相信有一天 你會通過你的腳 踏進那扇門 那昨天我們在山上敬拜的時候 我腦袋就突然出現 一句話是天父的驗行 那就問少爵哥 他說這真的有 我就想到 因為你的爸爸在天上 為你預備了驗行 他在等你回來 可是我們聖經大家都知道 我們要心裡相信 口裡承認 我們才能得永生 那你相信當 你會覺得說 如果你爸爸 在有一天你要見主面的時候 可能神就跟你說 你有一個 可能這個 沒有辦法 你其實沒有信我 把你打回去 我相信天父 絕對不願意看到這個畫面 他希望 他渴望 他盼望我們每一個人 在天上的時候 跟他想 等後面一起 想到那個練習 可是這時候 他會怎麼樣幫我們 他幫我們在 各種的困難當中 試煉我們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信心 然後那時候我在 想到這個時候想到 就是又想到小孩 我就覺得真的是 可能每個真的要生小孩 都會更懂天父 我現在沒有 可是就有這種 超級想像面對的生氣 就看到說 有時候我看到小孩跌倒 爸爸媽媽會怎麼樣 爸爸媽媽有時候不會去扶 我看過有 比較大多數的 爸爸媽媽去不扶的 可是他不扶 他是不愛他嗎 不是喔 是爸爸媽媽相信他 他可以站起來 但是如果我們一直 如果我們自己 想要成為那個 永遠要人家扶的 你跌倒了 好可憐喔 那媽媽來扶你 那你就永遠成為一個 你可能就永遠走不了路 你永遠就要爬 你會希望說 在你小時候 你的媽媽是這樣的 只要你跌倒 他就把你拉起來 然後你永遠都走不了路 然後你永遠都走不了路 當你的同儕都在 跑啊 飛啊 跳啊 打籃球的時候 你還在地上爬嗎 我相信大家不會 所以我就看到說 其實他試煉我們 他的心是這樣 他不是故意要攻擊我們 他只想幫助我們 真的有一天見他面的時候 我們是跟他享受那個宴席 然後我記得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就是在也是在倒 剛剛說無條件的愛到底是什麼 就是想說 要怎麼去跟人家解釋這個 無條件的愛 神突然就給我一個畫面 然後那個畫面 因為我沒有生過小孩嘛 所以我不知道 我只是領受到一個畫面 然後 可是當 我記得是一月嘛 對 二月的同工 不是同工會 小組長會議的時候 邵娟在講說 他有了小孩之後的那些的心情 我突然就直接跟他講說 天父有一天有給我這個畫面 我看到的是解釋無條件的愛 神給我的是一個baby 剛出生的baby 他什麼都不會 但是爸爸媽媽就捧著他 然後很愛他 一直看 一直看 然後他哭啊 鬧啊怎麼樣 可是爸爸媽媽還是很有耐心愛他 我那時候 雖然就會有聲音跟我說 我的無條件的愛就是這樣 我就讓我想到是baby怎麼樣 像邵娟說的 那什麼都不會 他可以為你鑽節嗎 不可以啊 那時候能養你嗎 不行啊 能為你希望嗎 不可以 可是爸爸媽媽媽就是這麼願意 幫他去罰食罰尿 然後看到他的一點點的成長 但他們最近有講說 小貝現在會大叫 他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就講說 就是爸爸媽媽才懂得快樂 呵呵呵呵 就是他那種小孩一覺 或是一個笑 他就能牽動爸爸媽媽所有的心 可是你說這小孩 到底出生以來 他們 小貝有為你做什麼嗎 應該也沒有 沒有為你講到嘛 對不對 呵呵 有為你掃地嗎 沒有 有為你做PPT嗎 也沒有 對 可是爸爸就這麼愛他了 呵呵呵呵 所以我就想到 神的無條件愛就是這樣子耶 他是這樣子的看我們 他把我們當baby對待 可是他看我們的能力 不是把我們當baby 他是信靠我們的 我想邀請今晚團給上來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在預備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們當中好像有一些人 可能沒有辦法接受這份恩典 可能會覺得自己不配 或是覺得我需要 做什麼事情做得更多 我才能得到這份愛 或是另外一種人是 我寶告你說是 不知道天父的愛是什麼 我不知道這份愛 到底長怎麼樣子 所以我想邀請說 他說 如果你是 有這樣類型的 你覺得我想經歷到天父的 完全的愛 好不好 你可以舉手 或是來到我們當中 你等一下就一起來敬拜 然後會比較好 給大家可以自由 不要來了 就說覺得 大家是這樣 你不要再看人家 都很健康 你覺得我想要 真的想經歷天父這個 無條件的愛 你就來到前面 或是不方便來 在不是的 你可以在原位沒有關係 你想經歷天父真的 這個無條件的愛 然後 你不知道爸爸的愛是什麼 你可以來到面前 還有你覺得在 好像跟神的關係 但是一直有個卡卡的 你覺得好像我要多做什麼 才能 也才能靈咒的 那類型的弟兄姐 會邀請你來到我們的島中 我們一起來對你禱告 但如果在這 你醞釀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先 故意 upfront 我們在這 歇程 cambi 做什麼鬼 寫下 寫下我的掛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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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君忘腳枷 你為我生長一切 找到這平安 破碎破碎破完全 因你輕柔軟點 是無能養生在你間 找到這心能 寫下我的關門 放在絕望角色 你為我生長一切 找到這平安 破碎破碎破碎破完全 因你輕柔軟點 是無能養生在你 你為我生長一切 我生命的全部 我生長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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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都有領受到神無條件的愛 接下來要有天的呼召 你知道嗎 當我們在禁辦的時候 我們在什麼 我們在獻祭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祭壇 是屬於我們跟神的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祭壇 是屬於我們跟神的 亞伯拉罕 當我們在讀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們無法用常理來解釋 神為什麼要給亞伯拉罕 這樣子的一個試探 要讓祂把祂的獨生愛子 獻給神 獻為煩激 這是一個無法理解的事情 他要 上帝要亞伯拉罕 有一個無法理解的信心 在他裡面去相信神 順福神 為什麼 亞伯拉罕獻祭這件事情 他預表著耶穌 神要把一個無法 用我們人心自所理解的愛 放在我們的裡面 那個是無條件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當亞伯拉罕 他在信心之路裡面的時候 當他一次一次順福神的時候 神開始給他應許說 我要給你後裔 我要讓你的後裔 成為一國的君 到最後當亞伯拉罕 他願意獻上以撒 作為凡界的時候 神他重生了他的應許 但他說 你的後裔 你的子孫 你的有一個子孫 會得著仇敵的成門 那指的是誰 指的是耶穌 想像一件事情是 原本亞伯拉罕 神給他應許 但他願意把他 畢生所愛的 把那個神原本要 赐給他的東西 重新交給神的時候 他在跟上帝聯合 他在與神同工 當我們願意把原本神要給我們的祝福 給我們的應許 交給神的時候 我們從那個自然 進入到超自然裡面 因為在我們生命中的那一個區塊 可能是我們的家人 可能是我們的事業 可能是我們心中的夢想 可能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區塊 跟神聯合 跟神聯合 從我們自然變成超自然裡面 然後我們會 深深的經歷神 想像一下 對於亞伯拉罕來說 這是一個吉他的尊榮 就是神使用亞伯拉罕 跟他的兒子 再做一個先知性的動作 再做一個先知性的動作 就是在一千年以後 在同一個地方 我天父上帝 也會把我的獨生愛子 在這個地方 獻給世人 讓世人 能夠不自滅亡 反得到永生 在這個 我們只有把我們生命中 神給我們的應許 把我們所愛的 交給神的時候 我們能夠經歷到 那一個特殊的尊榮 經歷到那個特殊的moment 我們知道 哦 原來神 原來神 你知道我 我知道你 神 我在這裡 然後我們的所謂的生命 開始成長 我們更多的能夠來敬拜神 當我開始全职的時候 我原本以前在我剛剛信主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 我的信仰全職之路就是 一旦我要全職 我要來念華盛 我要來念三年的道書 然後我要回到我的大教會 然後呢 在那邊 服侍從實習傳道 傳道到牧師 慢慢這樣子一步一步做起 這是我心中的想法 但是神剛開始讓我侍奉的時候 祂讓我到一個地下室的教會 祂讓我到一個小小的教會 那邊侍奉 祂也沒有讓我去念神學院 當我進去的時候 我想說 這就是我侍奉的地方嗎 神祂只回答我 只問我一個問題 祂說 孩子你相信 在這個地下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下室裡面 你 你 難道你不相信我在那裡 也能夠彰顯得同在嗎 所以 所以多年之後 當我 當我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當我 開始在華盛 在這個地方 圖書館 圖書館 木會的時候 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 是說 神 如果我當初沒有順服你 如果我當初沒有順服你 我現在 差不多就是 到時候剛畢業 我剛經歷了這三年 在圖書館的生涯 但是我會錯過這一切 仿佛好像 每次我踏入華盛的時候 神都在跟我講說 孩子這就是我跟你立約的記憶 因為你神經順服我 我用很特別的方式來遵容你 孩子 這個地點 你會踏進來 只是不是用 你心中所想像的方式 但是 even better 超過你的所求所向 超過你的想像力 所以我要邀請大家 我們閉上眼睛 我們一起來到神的面前 我問神說 神 我那個生命中 我最難放下的東西是什麼 也許是你的家人 也許是你的學業 也許是你的時間 也許是你的金錢 也許是某件事 如果你經歷了 所以我要請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前 讓我們能夠知道 好 請所有有領受的弟兄姐妹 可以來到我們的祭壇前面 可以嗎 可以嗎 如果你有領受了 我們邀請你來到祭壇前面 也許是你的感情 可以嗎 祭壇還可以在前面一點 這邊才有柴火 可以嗎 這邊才有柴火 可以嗎 我們一起閉上眼睛 我們一起來想像一件事情 我們要 如果說 用我們的肢體 用我們的心 我們要獻上 會是什麼樣子 求神給我們一點想像力 就是 主如果說我今天來到你的祭壇前面 我要把這東西 決定要獻上給你 我決定交給你 然後你來掌權 我決定我要把我的人生 交給你來掌權 所以我要把這件事情 交給你掌權住 你就是來掌權 因為我相信的是良善的神 那會是什麼樣子的 你請用這首歌 我們來敬拜我們的神 讓你在敬拜的時候 把奉主我們 你要來祝福我們 我要來宣告神 在敬拜中 要給你啟示 然後讓你盡力啟示的同在 我們先做一個新線的工作 幫我們手攤開來 接受 幫我們放下東西放下來 然後來領受 神要給我們的助理 找到這希望 好心的經難 寫下我的背面 放在群幫上身 你問我身上一切 放在群幫上身 在群幫上身上一切 找到這平安 我隨迫隨迫不完全 你明明清掉的天 是我的良生殘悲 拼見我們自己 然後更多來把我們自己交給你 最後要更多來經歷一個轉化 在我們生命中那需要的地方 我欣賞你耶穌 我一直跪地 將全人為你主 我執筆的全部 從來我是勇往 我欣賞你耶穌 現在主耶穌主啊就祷告把我們在祭壇的所有人 你知道他們裡面的所有放不下的 不論是家人 不論是工作 不論是事業 不論是金錢 不論是什麼樣的事情 全都知道 主要就祷告 那個裡面的抓緊 然後祷告用禮物條件的愛 你把它換上去你的禮物 你的恩典在他們的手裡 主要我真的是 祷告你把那個無條件的愛 放到他們明圈裡面 主要我祷告裡面的 一種各種的懷疑不幸 都要來離開 主要讓他們知道 是你如何的愛他們 主要我祷告就是 他們今天要來領受 完全的領受 而且我真的是祝福你們所有人的靈 封存今天的領受 領受神的愛在你的裡面 你們不要忘記跟神有這段親密的旅程 神期待跟你們走這個親密的關係 是一生是一輩子的 即便有時候我們想甩牌 大家甩手 但是神 祂永遠在天原地的你們 主要我們敬拜祢 主要我們真是讚美祢 你們今天聚會就到這邊 封面書今天領導的 你們要想繼續在這邊領受 想要敬拜 歡迎大家繼續更靠前 更靠近前面的吉他 在這邊繼續來敬拜祢